这些是近期的边角料 把它们全部混合了 揉均匀 这个颜色让我想起了露露 说她是过气女明星 我可不服 她还是超级可爱 就用这个图捏的露露吧 想给你买块cookie 再引起你的注意 然后顺便问问你现在几点钟 想感受你的呼吸 但没有别的目的 想象大象的我现在 脑子居然有点空 你在她站在地球里 一边看月亮 在桶子巴里的海 看晒太阳 在水路跨过大海 越过山海 却也只能向往 上次捏的琳娜贝尔 大家都说眼睛小了 这次来个黏涂小话 看看怎么样 边角料调一个背景色 再加白色体谅一下 背景色调好 接着就来捏贝尔 雪浪喳喳眼睛 我把你放在手心 但几个字说出去 又把你假装听不清 感觉好多了 你们觉得呢 又是捏礼物的一天 这次来 DIY一个新带路生日巴音河 先来围一个底边 把压好痕迹的黏涂条 调整成波浪的形状 胶水给它牢牢的 黏在巴音河的最下面一圈 慢慢按压贴合平整一点 顶上就黏一块 像蛋糕奶油的白色黏涂 慢慢调平整 贴一块云朵 黄色搓一个两头间 中间搓的形状弯成月亮 固定在云朵上 灭一只我们很爱很爱的 小兔子星带路 上周去迪士尼 看到它们真的太可爱了 你们最喜欢谁啊 把鹿鹿放在月亮上 加小云朵和星星做装饰 你们说这个礼物 小朋友会喜欢吗 听说星带路的地位不保了 你们会变心吗 之前捏了星带路和运贵狗的收纳盒 这次给自己捏个林纳贝尔的吧 尝试着捏个爱心形状的 慢慢调整不要着急 才好的大长条子包裹在爱心上 记得把形状调整好看 接着就是加装饰 先来一圈小球球子 再来一圈大花鞭子 全部粘上去 再加一圈巴比粉小鞭鞭 这次换小樱桃装饰下巴 可是捏好了 放一边晾干 接着捏盖盖 这次我加了两圈花鞭 看起来是不是更有层次感 接着就是咱们超可爱的儿 就是头不要捏太大 带上标志的小花花 加上小装饰 你身边肯定有一个喜欢林娜贝儿的闺蜜 赶快学会给她捏一个吧 好久没捏黏土收纳盒了 今天就来捏个米奇魔法盒子 先来用洗头书搓一些小球围在最下面 白色黏土搓几根细条黏上去 挂一些黏土小旗子 贴上小星星 其他的地方用彩色小圆球装饰 盖子也用小球装饰 又简单又快 盒盖上先贴的大五角星 把我们可爱的米奇捏出来 戴上魔法小帽子 就是魔术师米奇 捏点魔术小道具和米奇一起粘在盖子上 最后用小星星装饰一下 还怪可爱的吗 快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原来是米奇系列魔术套装 我这个是有趣的透视盒子 透过盒子 我可是能看到你选的颜色呢 快跟可爱的米奇一起变魔术吧 超清黏土入坑必炼第二集 记得交作业哦 我为它随会变得 动感广播 在这心里面有加速 在这边放冰箱 下药般的零酒 有手就会的两种迪士尼挂剑 超简单的一起来试试吧 第一种把三个球分别捏成草莓球为你和史迪奇 反正就是鼻子眼睛耳朵往上捏 嘴巴画一画 这种小小的又省黏土又好Q 三下五除二就捏好了三个 把它们丢进亚克力小球 猪猪脸穿上就OKK了 第二种是最近看大家都在玩的迪士尼容斗斗挂剑 我倒要来看看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能整出什么来 先把它们插动洞里 你们看看这个造型像什么 好像小时候玩的太空狗 好多毛毛啊 全部粘上去 像个小刺猬 再把小管子去掉 咕噜咕噜毛毛 一只毛茸茸的小扑扑挂剑就诞生了 没忍住再做一只史迪奇 好像无人机 把毛毛都粘上 真的很解药啊 绒豆豆挂剑也很快做好了 两种挂剑你都学会了吗 快来一起做吧 用完的银土盒子不要扔 一起来给林娜贝儿做个生日蛋糕吧 先把盒子包起来 用之前在懒洋洋一只玩具 买的压米板压一个圆片 包好了就开始装饰蛋糕了 用的粘土是在陈光正强专卖店买的 质量好的粘土不容易塌陷 大家都知道我们儿儿采过的一岁生日 假期出去溜达没给儿儿捏蛋糕 怎么也得补上不是吗 侧面粘完就捏上面 捏一只小小的粘土贝儿吧 我猜喜欢儿儿的肯定都会捏 最后加上花花气球 爱心一些小装饰 林娜贝儿蛋糕做就好了 不知道你的闺蜜会不会喜欢呢 好久没混编脚料了 拿出它们搅和搅和 这次颜色太洒乱了 我有一种不祥地域感 果然不是每一次混土运气都那么好的 没办法自己混的土硬着头皮 也得把它用完 我来试试捏个圣诞款的 林娜贝儿纸杯蛋糕吧 别问我为什么又捏儿儿 懂得应该都懂 不知道这个颜色会不会翻车 怀着忐忑的心情继续捏 加上最后的小装饰 完成啦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之前捏了儿儿和敦敦的书包 很多宝儿也想看露露和熔熔的书包 那我肯定得给你们捏出来 不知道四个书包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之前捏了新带路的甜甜圈 有宝子收还要儿儿的 于是我用边角要调一个儿儿的颜色 然后捏甜甜圈大家应该很会了吧 我就不多说了 最重要的是儿儿的脸型 有两个尖尖的部分让你指负慢慢的按压出来 解决了这个其他的部分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很快你们的穿沙小打几甜甜圈就出炉了 快逆一个送给你闺蜜吧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